咱们今天来说一桩当时震惊全国的命案 犯罪嫌疑人时隔28年才最终落网 1990年6月14号 家住上海市青浦县某居民小区五楼的顾先生 下了班了准备回家 等到家门口的时候 掏出来这钥匙就打开了家里的房门 照平时啊一进家门 那肯定家人在忙活着呢呀 因为下了班了 家人也都知道该准备饭了呀 可是这一天打开门之后 家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卫生间和卧室的门也在那关着 客厅的地板呢乱糟糟的 桌子边上呢有点碎玻璃 有一点血迹 当时顾先生一看担心的都不行了 为什么呀 家里有一个刚刚三个月的女儿 她怕是不是女儿摔伤了呀 让这玻璃茶子给划破了呀 媳妇是不是带着孩子去医院了呀 一边想着 一边啊 她就把卫生间的门给打开了 这一打开门 发现她的爱人卓女士四脚朝天 躺在地上 仔细这么看的早就没有气息了 地板上呢有那种被擦拭过的血迹 女儿也不知道去哪了 顾先生一看整个人的脑袋就炸了呀 情绪就崩溃了呀 赶紧跑到附近的银行 请银行的工作人员用电话报了警 发生这么恶劣的命案 警方立刻进入到现场进行勘查 在勘查现场的时候啊 就找到了顾先生的女儿 顾先生的女儿就在卧室的衣柜里面 也早就死亡了 经过鉴定 顾先生的妻子是被他人加害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女儿呢 是被他人加害导致颅脑损伤死亡 同时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疑似犯罪嫌疑人 留下的指纹 经过大量的走访排查和线索比对 警方把目光锁定在了青浦某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 王军身上 发现这个叫王军的学生啊 案发当天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在对王军实施抓捕的时候 这王军早就逃之夭夭了 到底去哪儿 谁也不知道 公安机关随后对王军进行了上网追逃 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这个消息啊 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凶狠的歹徒勒死母女的说法就在坊间流传开了 当时啊 青浦还是县子 现在青浦市区了 很繁华 但在当时 这就是个小城镇啊 整座小城镇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给搅动着 本来挺平静 挺安宁的这个小城镇 瞬间呢 大伙都是人心惶惶 就都猜测凶手的作案动机 到底是什么 怎么连母女都不放过呢 啊 连个三个月的孩子都不放过呀 也都担心 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呢 案件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 1990年7月26号 上海市青浦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对犯罪嫌疑人王军批准逮捕 随后公安部门呢 把这起案件就列为了一号命案 全力侦查 但是过了那么多年 王军就跟人间争发式的杳无音讯 始终没有抓到他 案件的侦破呀 也一直就陷在了僵局里面 顾先生无缘无故的失去了深爱的妻子 失去了最爱的女儿 悲痛欲绝 整整28年的时间 他始终想不明白 平时我们跟谁也没结过怨 也没结过仇 究竟是什么原因 凶手要把我的爱人和女儿残忍杀害呢 从1990年案发开始 这起案件的侦查人员 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公安部门呢 始终没有放弃对王军的追捕 1998年 办理此案的上海某刑侦支队 把王军列为001号 再逃犯罪嫌疑人上网追逃 在2011年的轻网行动之中 公安部门又把王军 作为这次行动的重点对象 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数理排查 可惜啊 案件侦破工作 一直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011年展开的那次轻网行动 我们说过很多相关的案件了 很多无影无踪的 杳无音讯的 非常难以抓捕的嫌疑人 也都到案了 怎么这王军就找不着呢 这时间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 所有人都认为 追捕行动几乎不可能再完成了 甚至也有人猜测 这个王军是不是早就死了 不在世上了呀 可就在这时候 在案发28年之后 案件的侦破突然迎来了重大的转机 我们之前总说 在近几年啊 刑事侦查科技手段 真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2018年初啊 侦查人员呢 利用新技术 对这起案件 重新的进行梳理 就在这次梳理过程之中 公安人员通过技术升级之后的 人像比对系统 成功的梳理出了16名 年龄 外貌和王军相似程度都比较高的人员 并且分别提请当地的公安机关 协助调查 而在这16个可疑人员之中 有一个安徽宁国籍的男子 叫徐吉 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 经过当地公安机关协查 办案人员就发现 这个叫徐吉的人呢 户口是从外省市 迁入到安徽宁国的 并且身份证的年龄 与再逃犯罪嫌疑人王军 仅仅差了三岁 可以说身份十分的可疑 民警立刻赶到了安徽省宁国市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 获取了徐吉的生物信息 立刻又和王军父母的DNA 进行比对 最终鉴定结果显示 双方存在亲缘关系 徐吉的真实身份 就是已经失踪了28年的王军 侦察人员一时之间呢 甭提多激动了 苦苦追了28年的逃犯 终于现身了 侦察机关立刻制定抓捕计划 成功的把王军抓捕 并且押解回了上海 时间这一晃 就小30年呢 王军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学生的模样了 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 的确是当年一号命案 入室行凶案 潜逃的凶手 据他交代呀 1990年 自己呢 在青浦某职业技术学校读书 还不满18岁呢 成绩不好 经常逃学 在案发前几个月 王军曾经几次 被同学带到了同学的哥哥家里边玩游戏去 那么这个同学的哥哥 就是顾先生 当时啊 到家里边玩游戏 玩的就是小霸王游戏机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仿人天堂的那个红白机啊 在那个年代 说谁家有个小霸王 那了不得了 在学生群体里面 那你就会是最受欢迎的人呢 像大伙经常玩的 过去的红白机游戏 混斗罗呀 超级马力呀 松鼠大战呢 坦克大战呢 等等等等吧 只要把游戏卡插在游戏机上 再插到电视上 那你就能玩了 王军呢 就对这种游戏呀 就玩上瘾了 就陷在这游戏的世界里边 他无法自拔了 只要有一会儿不玩 那是插不撕饭不响 什么也不想干 就想玩游戏 由于去过顾先生家几次 王军呢 就知道顾先生家的住址了 但是啊 每回去的时候呢 都没碰到过顾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在案发当天早上 王军呢 又逃客了 他打算去顾先生家里边打游戏去 就坐公交车 来到了顾先生所住的小区 可是啊 因为之前也就来过那么几回 记不清楚顾先生家具体在哪一栋楼 王军还跟保安打听呢 说自己啊 是顾先生妹妹的同学 今天呢 我是来他家打游戏的 保安呢 因为跟顾先生啊 相对来说也比较熟 就知道顾先生住哪儿 问到门牌号之后 王军就来到了顾先生家门外 发现顾家的门是在那儿虚远着的 也没上锁 里边呢 也没声音 他以为没人在家呢 于是啊 大木大样的就进去了 到了客厅里边 就开始四处翻四处找 找人面 找游戏机 这时候啊 顾先生的妻子卓女士 就听见动静了 突然从卧室里边走了出来 这卓女士之前没见过王军的 见着一陌生人 闯了自己家里边 四处翻四处找 卓女士第一反应 就是家里进了小偷了 立刻就大叫起来 向门外就喊 抓贼呀 抓贼呀 进贼了 王军呢 被突如其来的叫喊声 就给吓坏了 照理说 你跟卓女士 仔细解释解释不完了吗 他呢 也因为惊慌失措 第一反应不是解释 而是冲过去 试图捂住卓女士的嘴 卓女士啊 就这么着 一步两步退到了厨房 随后拿起了一把菜刀 就进行反抗 在挣扎之中 用刀子呢 就割伤了王军的手臂 顿时王军的胳膊 那是鲜血之流啊 可卓女士毕竟是一介女流啊 王军是一个大小伙子呀 一把上去 把菜刀可就抢下来了 把卓女士就推丧到了卫生间里 俩人呢就撕扯扭打在了一起 王军从卓女士背后用左手 捂住了卓女士的嘴巴 用右胳膊就锁住了卓女士的脖子 用力的勒紧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 王军就感觉啊 这手上没劲了 卓女士呢 也不再挣扎了 这时候他才敢松手 松手之后 发现卓女士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王军顿时就愣住了 他感觉到这事情啊 脑大了 我怎么就杀了人了呢 他呆呆的坐到地上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他没报警 没求救 反而想出了怎么迷惑警方办案的办法 他想出了怎样的办法 他又逃往了哪里 这么多年 他又是怎么过的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了 王军杀害了卓女士之后 当时整个人也慌了 呆坐在地上 不知道该怎么办 琢磨来琢磨去 也没报警 也没求救 反而呢 想出了一个迷惑警方 侦破此案的办法 在客厅找了纸 找了笔 写了一行字 我终于报仇了 就打算误导警方 误导别人啊 这起案子是凶手干的 是仇人干的 写好字条以后 用自己的外套 把地板上的血就擦干净了 就在准备逃跑的时候 忽然呢 就听见卧室里边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他打开卧室门这么一看 摇篮里边有一个婴儿正在哇哇的哭呢 王军怕哭声引来邻居的注意 于是打开床边的大衣柜 把孩子抱起来就扔进去了 关上门 迅速就离开了 可这大衣柜不透气啊 等民警赶到的时候 这个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 王军呢 在看守所里面 向办案检察官说 这些年呢 我东躲西藏 过得也不好 有了新的身份之后 才敢结婚生子 近几年才逐渐安定下来 没想到 还是逃脱不了 作案的时候 王军只是一个没毕业的学生 可是被抓的时候 王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王军交代 因为案件发生的时候 被害人用菜刀割伤了王军的手臂 案发之后 王军胳膊上绑着的绷带 曾经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又听到大家纷纷的议论 说顾先生家里边啊 死了两个人 他就觉得 完了这事啊 是彻底完了 这要抓着我 我这命可就没了呀 王军害怕 担心警察迟早找到自己 他不想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连夜乘坐火车 向南方就逃走了 没想到这一逃 可就逃了28年 其实王军在这28年里边啊 也不老实 他用的那个徐吉的身份证 是从哪来的呢 民警啊 决定首先对这个徐吉的身份信息 进行调查 发现王军以徐吉的身份生活的这些年里 曾经两次受到过警方的处罚 他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员 咱们先来说说王军当时逃走之后逃去哪了 当时啊 因为王军是未成年人 也没有身份证 乘坐火车呢 也不受限制 在潜逃的前几年 王军去过湖南长沙 去过广东 广州等地 你真说给人打工 他什么也不会 一直呢 就以乞讨为生 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 生活呀 非常的艰苦 有好几回他甚至想到 算了 我去投案自首去吧 甚至想到过自杀 但是始终也没鼓起勇气 再后来啊 王军经过别人介绍 学习了烹饪技术啊 就什么是煎炒烹炸门 刘敖顿 哎 反正做饭做得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就逃到了新疆 先后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的餐馆打工 一九九七年 王军呢 在新疆魁屯市的一个餐馆 做厨师 认识了一个经常到餐馆消费的老板 一来二去的也就熟悉了 后来听说呀 这个老板有门路 可以办理身份证 王军就跟他说 我呢 是个孤儿 从小在新疆长大 到现在也没有身份信息 能不能给我办张身份证啊 那老板 看王军也挺可怜 并且感觉这小伙子 平时也不错啊 就答应他了 这么着 王军把自己拍好的个人照片就交给了这个老板 一个多月之后 这个老板呢 给他拿了一张身份证 还有一个户口本 户口本上只有徐吉一个人的名字 户籍地是新疆魁屯市 王军请这个老板吃了一顿饭 表示感谢 王军这一回啊 真是高兴极了 他认为 以后就算被查问 也有身份证据了 至少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啊 你哪怕 你看我说 我像王军 那我不是啊 我叫徐吉艳 你看我有证啊 在取得新身份之后 王军就开始打算挣钱了 之前是未活 现在有了身份了 我得活得好 单单依靠做厨师挣钱 挣不了多少 没有大的前途 于是跟朋友在魁屯 共同开了一家发廊 可是啊 他们开的这发廊 也不走正道 为了快速挣钱 招揽了一些妇女 在发廊里边呢 搞色情生意 搞这个皮肉生意 1998年 发廊被当地公安机关查处 王军因为融流妇女卖淫 被劳动教养半年 王军这一回 被公安机关处罚之后 这心里边更有底了 所以啊 抓他这一回 反而抓得他很开心 因为他发现 哪怕把我抓进去了 都没发现 我是王军啊 都还是认为我是徐吉啊 我有徐吉这个身份 我再犯什么事 也不怕被人揭穿之前的命案了 这时候就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在新疆离家太远了 我想家 我想亲人 可是为了逃避罪责 他还是不敢跟家人联系 为了离家近一点 1999年初 1999年初 独自一个人 到了杭州 因为之前呢 融流妇女卖淫被处罚过 他身上的钱呢 也剩的不多了 刚到杭州的时候 就在西湖边上卖花 在这个期间呢 还认识了一个阿姨 还认了这阿姨当干妈 这王军呢 能说会道的 挺讨这阿姨喜欢 这让他时隔多年 第一次感受到了 有家人的温暖 有一回啊 客户跟王军订了鲜花 要求王军呢 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王军呢 带着鲜花来到公司 发现这办公室里边 一个人也没有 桌上呢 放着一块名贵的手表 结果呀 这老毛病又犯了 把鲜花放好之后 顺手牵羊 就偷了这块手表 把表放在兜里 迅速就跑了 可手表还没来得及卖呢 王军又再次被警察抓获 1999年10月份 因为犯盗窃罪 王军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出狱之后 王军是入不敷出 生活呀 又回到了原点 于是呢 又做起自己老本孩了 在浙江各地的酒店里边呢 当厨师 大家都知道 厨师的工资可着实不低 几年之后 他攒了点钱 干脆自己开了一家火锅店 并且在开店期间 就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王军以徐吉的身份 和妻子办理了结婚手续 但是啊 他一直欺骗妻子 以及妻子的家人 说自己是新疆人 从小是孤儿 结婚以后 王军就来到了妻子的老家 安徽省宁国市 一直生活着 他的爱人呢 也先后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经历了结婚生子 王军感觉 他的实时过日子 是真好啊 生活有了盼头 有了希望了 工作的尽头呢 就更足了 尽管呢 这些年来 做餐饮行也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开了三家饭店 一年下来盈利不少 收入不菲 俨然就成了一名富商了 可看着孩子越长越大 王军呢 心里边一直也担忧 万一哪天 自己真实身份被曝光了 当年的事情被揭穿了 我的爱人 我的孩子们 该怎么过呀 王军后来跟检察官说 对于结婚这件事 我心里很矛盾 一方面呢 渴望拥有亲情和家庭 另一方面 也担心眼前的幸福 随时会化为泡影 最后 我还是选择了结婚 想用亲情 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 我女儿出生之后 在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以前的画面 一下子 就呈现在眼前了 我也很害怕自己孩子学坏 担心他们像我一样走上歪路 我不在乎他们学习成绩怎么样 只要他们做个好人就行了 2016年 王军把户口从新疆 迁到了安徽宁国 他呀 就想着后半辈子 就在妻儿老小的陪伴之下 安安稳稳的过去就得了 可没想到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自己最终还是逃不掉法律的制裁 在王军被捕的前一周 安徽省宁国市警方通知王军 配合调查取证 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 那时候他既害怕 又心存侥幸 他想着 也许公安机关是因为什么别的事 而找错人了呢 那样我就能逃过一劫了呀 提取生物剪裁之后 王军也动过继续逃亡的念头 但是他说呀 我已经有了家庭了 还能逃到哪去呢 就算逃得再远 也逃不出自己的内心呢 28年来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睡着了也经常做噩梦 要么梦到当年杀害被害人的画面 要么梦到警察破门而入把我抓走 每回看到电视上 报道再逃的嫌疑人被抓获 我更是几天睡不着 被害母女 其实和我无冤无仇 这些年 我始终活在愧疚和自责中 我也没脸面对年迈的父母 还有我的爱人和孩子了 父母养育了我17年 我的妻子和孩子也陪伴了我十来年 我留给他们的 却是一辈子的阴霾 快30年了 我最怀念的 还是当初在家里的时候 跟爸爸妈妈和弟弟 坐在一个桌子旁边吃饭 其实啊 我有一次独自开车来上海 参加培训 路过青浦的时候 还远远的忘了几眼呢 其实我们看 当年犯案的时候 王军和被害人无冤无仇 既不是为钱 也不是为情 只是惊慌失措之下 筑成了大错 那么这代表着什么 在学生时代 他的法治意识非常淡薄 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法治意识 最终因为一念之差 因为冲动犯案 毁了被害家庭 也毁了自己的一生 今天这案子 很不错 非常烧脑 反转很多 结局绝对让人意想不到 但是有一个瑕疵 这案子 它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没查清 就光知道这个地方 叫做宏卫村 但是是哪个宏卫村 全国有上百个 没查出来 但根据各方资料的汇总呢 推测有可能是成都的某一个宏卫村 当然也只是推测了 不过这个地点它也不重要 这件事呢 发生在1981年的除夕夜 这个宏卫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 傍晚七点多 住在村头的吴汉民一家 吴口人 正围在灶台前 忙前忙后的准备着 然而就在片刻之后 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吴家的吴口人 就在邻居的眼皮子底下 巧无声息的失踪不见了 随后 吴家除了男主人吴汉民之外的四口 竟然被发现 死在了山上的一处废弃的老房子里 而最可怕的是 这四个人的左手掌都被拒断了 那这几个大活人 刚刚还在厨房里忙活 怎么突然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又突然死亡呢 这凶手 他为什么要拒断死者的手掌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起案子很有趣 咱们今天慢慢来讲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七点左右 邻居老赵家也在准备年夜饭 老赵家和吴汉民家挨得很近 做饭之前 老赵还去吴汉民家串门了 当时大家有说有笑的 那后来做了两三分钟 老赵就回到自己家里 那做饭的时候呢 老赵家的孩子小小赵 要去找吴汉民的孩子小小吴去玩 可是去了没两分钟 这小小赵就回来了 他跟老赵说 说小小吴家里没人了 不知道去哪了 老赵一听就感觉不信 这大过年的能去哪呢 就跟着来到了吴家 到了之后呢 果然发现了 吴家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年夜饭 但是却一个人都没有 看起来非常诡异 老赵在吴家的各个屋子里 里里外外找了一圈 确实没见人 从桌子上摆好的碗筷来看 这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呢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们会去哪呢 于是热心的老赵 就在吴家等了一会儿 可是等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人回来 这下老赵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于是就报了警 晚上八点左右 警方赶到了现场 简单观察之后 发现吴家非常整洁 没有打斗的痕迹 家里值钱的东西呢 也都在 但是就是空无一人 的确很奇怪 而就在警方思考的时候 忽然听见外面乱糟糟 吵吵闹闹的 大家出来一问才得知 原来在后山腰上 有一栋房子突然着火了 警方一听 感到有些蹊跷 立刻就赶了过去 到了山上 大伙合力把火扑灭之后 看到的场景 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这着火的是一栋废弃的老房子 房子的主人在八九年前 忽然离奇死亡 所以平时谁也不敢来这附近 都认为不吉利 直到刚才突然发生大火 这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在大火扑灭之后 警方发现这屋子里 竟然躺着四具尸体 而这四具尸体 正是消失不见的吴家人 这栋房子一共有三间 吴家的媳妇被烧死在了西屋 吴家十岁大的儿子小小吴 被勒死在了东屋 八岁的小女儿被勒死在了地窖里 而吴汉民的老母亲 被勒死在了一个小仓库里 在现场还发现了几根 没有被烧毁的草绳 推测这就是凶器 但是没有发现指纹 结合尸体上存在的伤口 初步判断 这四位先是在四个不同的房间 被人用钝器敲晕 然后又被活活勒死 其中吴家的媳妇还遭到了焚尸 也正是焚尸导致了这栋房子着火了 另外最可怕的是 四名死者的左手掌全都被人锯掉了 但这四只手还留在现场 都被扔在了屋子外面的一个垃圾堆里 在上面还盖了一张破布 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现场还发现了一把生锈的锯条 上面有血迹 这应该就是锯掉手掌的工具了 那此时大家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 首先 这吴家人 他们为什么放着做好的年夜饭不吃 突然跑到这栋废弃的房子里呢 要知道 当时他的邻居老赵家 前门是打开的 后门是厨房 有人在做饭 所以如果吴汉民一家人 要去后山的房子 那必然会经过老赵家的前门或后厨 而如果他们是被人强迫去后山的 那么只需要稍微发出一丁点的动静 就会被老赵发现 除非是他们自己偷偷离开的 此外第二个问题是 吴家一共是五口人 但现场却只有四具尸体 唯独没有男主人吴汉民 那么吴汉民 他又去了哪里呢 各种各样的疑问出现在了警方面前 让警方一时间感到有些头疼 但好巧不巧 这边的事情还没解决 马上又出现了第二起意外情况 有村民发现 同村的寡妇江红也被人用菜刀 砍死在了自家的厨房里 死者江红的左臂上有一处刀伤 但是并不深 在他的颈部后方还有两处刀伤 这两处非常深 也正是这两处刀伤 导致江红死于失血过多 幸运的是江红13岁的儿子江小超逃过一劫 当时村民们从后山救火回来 听见江小超的哭喊声 进到江红家里 这才发现江红被杀害了 据江小超说 说当时他正在卧室里玩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来找母亲 听这个人的声音呢 像是吴汉民 吴汉民和母亲交谈了一阵子 接着没多久就听见外面 发生了争吵和打斗 但是江小超家离其他人家比较远 所以打斗的声音没人听见 而江小超当时非常害怕 就把卧室的门反锁之后 钻进了床底下 而随后果然有人来敲门 但是敲不开 而江小超呢 就吓得在床底下瑟瑟发抖 不敢动他 就这样 他在床底下藏了半个多小时 直到有邻居听见了他的哭喊声 他这才钻出来给邻居开门 而此时发现母亲已经被杀害了 由于江小超表示 杀害母亲的人听起来像是吴汉民 因此警方判断 至今都没出现的吴汉民 有可能同时参与了这两起凶杀案件 但是伴随着这样的推测 问题却接踵而来 首先根据村民的说法 说这个吴汉民 他非常非常的孝顺 也疼爱妻子 疼爱孩子 当天白天还进城去给孩子买好吃的 案发之前刚刚回来 而多年以来 他们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家庭矛盾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理由去杀害自己家人的 可如果他不是凶手 那他现在在哪呢 他为什么没有遇害呢 其次 如果这吴家四口不是吴汉民所杀 那必然就是外人杀害的 但凶手是如何悄无声息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这吴家四口带到后山 然后杀人灭口 还放火呢 最后 村里传言说 说江洪和吴汉民之间啊 其实存在一定的暧昧关系 那么江洪之死 与吴家四口人的死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种种疑问的出现 似乎在预示着 这两起案件 没那么简单 在同一个地方 同时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件 警方也只能逐一突破 首先是吴家四口遇害的案子 鉴于这四口人全部遇害 警方认为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仇杀 毕竟往往是仇杀 才有可能会恨到 把全家人全部杀害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和吴汉民有仇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家工厂的食堂大厨 他叫李友田 这俩人呢 曾经因为做咸菜 收的回扣的金额问题 接下过梁子 但是面对警方的询问 这个李友田 他说 自己当天 没有去过吴汉民家 而且他表示 自己压根不知道 吴汉民家在哪 他光知道 吴汉民是住在红卫村 但具体在什么地方 他不清楚 可是当警方让他提供 不在场证明 李友田又支支吾吾 说不出来 他这样子很奇怪 但虽然很奇怪 没有证据 警方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这就让目前的情况 变得很难办了 一家四口离起死亡 而唯一不对劲的李友田 他有证据不足 家里的男主人吴汉民 又不见了踪影 在现场 也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痕迹 于是这起案子 一下子变成了悬案 在接下来 半年多的时间里 警方始终没有找到吴汉民 也一直都没有破案 直到半年以后 随着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 这起案子才有了新的转机 也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让这起案子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那这个人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 他是失踪已久的吴汉民的弟弟 吴汉生 吴汉生多年以来 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因为他打小非常顽劣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曾经用刀子刺伤了哥哥和母亲 然后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来 他辗转各地 后来落脚新疆建设兵团 还算是混出了人样 在1982年6月 也就是案发半年以后 吴汉生突然回到了村子里 却被村民误以为是吴汉民回来 因为他们哥俩实在长得太像了 于是当时村民们就把吴汉生 扭送到了派出所 警方后来查清了身份 才发现他不是吴汉民 而是吴汉民的弟弟吴汉生 吴汉生向警方表示 说自己回到村里 正是因为前不久 听说自己的哥哥一家人都遇害了 而他呢 现在回来是有线索 要向警方汇报 吴汉生说 说自己在案发当天 其实就回到了县城 回到了村子里 但是他对母亲 对哥哥仍然心怀愧疚 所以没敢直接回家 当天他出了车站以后呢 正好就看见了哥哥 吴汉民在城里买年货呢 于是就跟在哥哥后面 悄悄的看了一阵子 走了一阵子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看到了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他看到什么了呢 他看到刚才咱们提到的 李友田和哥哥吴汉民 发生了争吵 而且吵得非常激烈 在此期间呢 李友田甚至恶狠狠的出言威胁 他说让他们一家都过不了这个年 当时俩人在争吵了一番之后 哥哥吴汉民愤怒的离开县城 步行回到村里 而吴汉生也跟在后面回到了村子 回到村口以后 吴汉生就看到哥哥提着年货 先去了周围三家的邻居里 拜年问好 随后又回到自己家中 一切看起来毫无异常 当时吴汉生在村口悄悄的站了一会儿 还是没能鼓起勇气回家 于是就回到县城 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了 吴汉生的表述 让警方再度兴奋起来 显而易见 与吴汉民素有嫌隙的李友田 在案发当天刚刚和他发生了争吵 甚至还恐吓吴汉民 这让李友田的嫌疑瞬间上升到了最高点 于是警方再次向李友田对质 这一次李友田老实了 他承认自己当天确实说了那样的威胁的话 但他表示那其实都是气话 那天他根本就没有去吴汉民的家里 因为那天晚上七点到八点 案发那段时间里 李友田正在单位里 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的 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而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他的同事们的证明 那这个时候警方奇怪了 既然李友田有不在场证明 那当时问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向警方隐瞒呢 为什么支支吾吾 他一直不说呢 原来啊 因为案发当天是除夕夜嘛 为了庆祝过年 当时李友田和他的同事们 偷偷的多炒了一些猪肉吃 那因为他是工厂里的大厨嘛 那炒的自然就是工厂里的猪肉 他怕被发现之后呢 丢了饭碗 所以一直不敢说这个秘密 那得 就为了贪小便宜 这李友田生生耽误了警方大半年的时间 于是这次警方只能重新把视线再放回到案发现场 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那肯定就是死者的状态 也说了 四名死者全部被锯掉了左手 这是为什么 根据直觉 警方认为这个细节在本案中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为它极其不合理 毕竟一般的杀人灭口 杀了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锯手呢 这不太可能 根据对现场的重新还原勘查 警方终于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这个凶手当时他应该是在杀完了所有人之后 布置完了现场之后 才回来又锯掉了死者的手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栋房子被烧的最严重的 是吴汉民媳妇所在的西屋 而他媳妇又是被烧死的 所以这场大火肯定是从这开始烧的 但这间屋子前面也说了废弃好几年了 这里面原本是空的 没有任何的易燃物 所以凶手应该是在杀人之后 从屋子外面那个垃圾堆里 搬了一些易燃物过来 搬到屋子里 然后才点火 而当时他搬的东西其中有一卷破旧的竹席子 这个竹席子原本是用来晒一些谷物 干这个用的 他原本是扔在院子的垃圾堆里 那现在呢 被搬进了这个西屋 而且原来放这个竹席子的垃圾堆那块 就是现在放那四只手的地方 所以说肯定是先把这竹席子搬进去 再把手锯掉扔出来 现场的地面上有大量的血迹 根据血迹的路径和面积大小推测 凶手应该是先锯掉了吴汉民媳妇的手 接着又去锯了儿子女儿 最后锯掉了吴汉民母亲的手 在锯完之后 把这些手扔到外面的垃圾堆里 可现在虽然搞清了他的前后顺序 那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要锯掉这些手呢 而且如果凶手他事先就计划好了要锯手 那么按照正常思路 他会在行凶的同时就把手锯掉 但现场的情况其实也并非如此 如果凶手早就计划好了要锯掉死者的手 那么他肯定会早有准备 恐怕就不会用一把生锈的锯条了 因此很显然 凶手是在杀人之后 突然想到了什么 在现场随便找了这么一根生锈的锯条 把四个人的手都锯了 然后他放火走人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凶手决定要去锯手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警方思考之后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首先第一种可能性 可能这个凶手啊 他就是故意的要把手锯掉 要制造一个恐怖的气氛来宣泄 没有其他的理由 但是这一点呢 马上被排除了 因为如果要制造恐怖气氛 那么一般来讲把手锯掉 肯定会把这些手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 故意让人看到 但实际上本案中 凶手虽然把手锯掉之后 扔到了屋子外面 但是他扔在地上之后 又找了一块破布 把这些手盖上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太可能是故意制造恐怖气氛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是某个死者的手上 有一些线索 凶手为了掩盖线索 所以锯掉了所有的手 但是经过调查 死者的手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况且如果他想隐藏线索 那凶手完全可以把这些手锯掉之后 全部再拿走销毁 不应该留在这里 所以说这也不成立 但是这个分析思路啊 倒是打开了警方的脑洞 你看这个凶手 他割了这么多的手放在这 他会不会是要混淆某些东西啊 警方仔细研究了现场的情况之后 做出了一种大胆的推测 说凶手这么做 他有可能是要利用死者的 这些大量的血迹 来掩盖凶手自己的血迹 可能凶手自己也流血了 为了不让警方检测出自己的血迹 他就锯掉了死者的手 让死者的血迹和自己的混合 因为那个年代呢 还没有DNA鉴定 只能根据血迹来判断 但他又不知道死者都是什么血迹 如果只锯一个 那万一被锯的这个手 他这血迹跟自己不一样 那没用啊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他就锯掉了所有的手 在地上留下大量血迹 让他们全都混合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现场的血迹 会如此之多 那么接下来 其实就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想 这四名死者 都是老人 妇女 孩子 他们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凶手他为什么会受伤流血呢 除此之外 不要忘了 洪卫村在同一天 总共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件 除了吴家四口 寡妇江洪也被人杀害了 这两起案子之间 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他们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在上节的末尾 我们留下了两个疑问 第一 死者的手掌被砍掉 警方认为凶手这么做 有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血迹 而故意为之 但这四名死者 都是老人 妇女 孩子 他们几乎没有反抗能力 这种情况下 凶手 为什么会受伤流血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案发当天 在这个村子里 几乎同一时刻 共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件 除了吴家四口 村里的寡妇江洪 也被人杀害了 这两起案件 有没有什么联系 这是第二个问题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问题 说这个凶手 面对这样的 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害者 凶手自己 为什么也会受伤流血 而且我们要知道 当时是冬天了 穿的都比较厚 即便在作案的时候 有一些磕磕绊绊 应该也不会受伤流血 不至于 而且那种老式屋子 地面都是土地 如果凶手真的流血了 那完全可以把地上 这块土直接挖走 但是现在呢 凶手却用大量死者的血迹 来掩盖自己的血迹 这种办法虽然有效 但成本太大了 但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凶手流了大量的血 这些血已经渗进了很深的地下 很难直接挖走 所以说 他只能通过混淆的方式 来掩盖自己的血迹 那由此看来 我们其实可以推导出一些问题 对于凶手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凶手在杀人之前 他可能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这导致他流了不少血 但是 他是如何受伤的 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可能性 这凶手呢 本身他自己啊 就比较弱小 甚至这个凶手 有可能是女人或者孩子 所以 面对这四名死者 在和死者对抗的过程中 他也受了重伤 流了很多血 但不论是哪种可能性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 那么凶手的范围 就会被大大缩小 这对警方 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我们对 第一个问题的推测 另外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村子里 同时发生了两起案件 这两起案件之间 到底有没有联系 我要说的是 确实有联系 但是 他有什么联系呢 咱慢慢来分析 其实当时警方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两起案子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几乎是同时发生 他不可能没联系 那么联想到寡妇江红也遇害了 这个时候 警方突然就灵光一闪 如果说这两起案子是一人所为 那么凶手会不会是 先去袭击了江红 在袭击江红的时候受伤了 之后又去袭击吴家四口 所以才流了很多血呢 这好像合理 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排除了 为什么 因为根据江红的儿子江小超所言 当晚杀害母亲的凶手听起来 像是吴汉民 之前也分析了 吴汉民他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家人啊 所以这么看的话 这两起案子应该不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那杀害江红的大概率就是吴汉民了 因为小孩听的应该没有听错 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杀害江红呢 在吴家四口的案子暂时无法突破的情况下 警方就开始把重点转向了江红的案子 而通过观察江红的尸体 警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江红的左小臂虽然被菜刀砍伤了 但是致命的伤口却是在右后颈部 而且他的尸体是面向厨房的水缸倒下的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出现了疑问 如果凶手是面对江红行凶 那么江红本能的伸手去挡刀 造成左小臂的伤口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为什么最终致命的伤口 会出现在脖子右后方呢 一个左一个右 这好像很不合理 我们可以想一下 凶手如果要砍到江红的右后脖子 那么这个时候江红势必是要背对凶手的 什么情况下会背对凶手呢 有可能他要逃跑 那么自然就会把后背留给凶手 这种情况下凶手拿刀会砍到他的右后脖子 这是正常的 可是我们再看看江红的尸体 他是面向水缸背对门口倒下的 所以很显然当时他并没有想跑 那这就非常奇怪了 唯一的可能性 凶手他是在背后偷袭 这样可以在脖子后方留下伤口 可是问题在于 之前他已经遭到袭击了 左臂都被砍伤了 江红已经知道了凶手在那 所以这个时候 凶手又怎么可能再去偷袭他呢 这不就成了一个悖论了吗 这个问题看似不重要 但实则很奇怪 很重要 思来想去 有一位民警他提出了一种这样的可能性 他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可能这两处伤口啊 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这两处伤口不是在同一时刻形成的 而是有先有后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可能 吴汉民先砍伤了江红的左臂 然后江红反击 把吴汉民打晕了 但是江红以为自己把吴汉民打死了 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 又冲到山上 把吴家四口全杀了 但因为他自己这个左臂本来就受伤了 血迹在现场流了很多 所以他就干脆又锯掉了死者的手 来掩盖自己的血迹 之后江红回到家里 在水缸旁边清洗伤口 但没想到晕倒的吴汉民他醒了 爬起来从背后砍死了江红 也就是说呢 江红左臂和他脖子后面的这两处伤口 在形成的时空上是分离的 那如果事情是这样发展的 江红的两处伤口 以及吴家四口的死状 这都可以解释 不得不说 这个猜测很精彩 但问题在于 这也仅仅是猜测 警方需要证据来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 于是警方再次来到后山 来到那栋破旧的房子 试图在这栋房子里寻找江红来过的线索 但是新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 由于案发已经半年多了 现场已经遭到了破坏 脚印错综复杂 有很多是围观群众留下的 已经无法辨认了 那这可如何是好呢 面对这样的现场 警方再次想到了血迹 虽然地面上凶手的血迹 已经和死者的血迹混合了 但凶手的血迹 很可能不仅仅会留在地面上 就像刚刚推测的 如果凶手是受伤之后再去行凶 那么除了地面上 他的血迹 很可能还会留在其他地方 比如会留在那些 用来点火的易燃物上 就比如前面提到的 那个破旧的竹席子 他在搬运这个竹席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血迹滴在上面 而且当时那场火烧的 并不是特别旺 都只是在纯粹的干烧 没有汽油等等助燃物 所以当时村民赶到之后 很多东西都还没烧干净 甚至没浇水 用衣服直接把火就扑灭了 那想到这儿 警方立即把这个竹席子找出来 对这个竹席子展开技术检查 而果不其然 在最边缘的地方 发现了一丝血迹 通过检验 这个血迹是O型血 而江洪 他正好就是O型血 此外 吴汉民的媳妇是B型血 两个孩子 一个A型一个B型 吴汉民的母亲是AB型 所以吴家没有O型血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证据 让警方激动万分 因为此时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江洪他是来过现场的 而吴汉民又在那天晚上和他发生了争吵 甚至还要杀他 那么江洪就极有可能会出于报复来杀人灭口 那么至此刚刚推测的那个链条 就基本上是正确的 不过到这儿呢 这件事还没完 最让人疑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就是吴家四口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去后山的旧房子里 而吴汉民又为什么会去江洪家呢 于是警方再次对已经发现的线索进行复盘 很快在这些线索里发现了一个细节 在吴汉民的弟弟吴汉生的证词里 有一个比较反常的地方 吴汉生当时说 说哥哥吴汉民回村之后啊 先提着年货去了周围三户邻居家里拜年 再回到自己家里 我们想一想这个行为是不是不合常理 既然给家人置办了年货 那应该是先回自己家放下年货 再把给邻居买的礼物拿出来 再去邻居家才对 然而吴汉民呢 他却直接提着一大堆年货 先去了邻居家 这种做法多少有点不妥吧 也没有看到有人串门的时候 把给自己买的东西一块带过去了 这不大合适 由此可见啊 在案发那天 吴汉民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反常行为 可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吴汉民当天去县城里采购年货 遇到的特殊情况只有两个 一个是李友田威胁说让他一家过不了年 第二个是弟弟吴汉生回来了 但是吴汉生回来 他是不知道的 那么这些意外因素和他的反常举动 有没有联系呢 这大年三十的吴家四口不好好过年 为什么要去那栋旧房子 这个问题乍一看 很难让人理解 但是联系到吴汉民当天的行动轨迹 警方很快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也许当时他这么奇怪 又是让四口人去后山上 自己又是到处拜年 也许他这么做啊 是为了躲避李友田 毕竟当天吴汉民和李友田发生了争吵 而李友田更是威胁他 说让他一家都过不了年 这显然是死亡的威胁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这一切就都能说通了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问题啊 我们想吴汉民也是成年人啊 三四十了 他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 他自己应当很清楚 自己和李友田之间的确有矛盾 但这个矛盾其实不深啊 无非就是一些金钱上的纠纷 而且烟咸菜的回扣 一共也没几个钱 因此 虽然当时李友田发出了那样的死亡威胁 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吴汉民他完全应该意识到 那只是气化 那李友田不可能大过年的 真的要来杀自己全家 这犯不上也不值得更没必要 所以说常理来讲 吴汉民他不太可能因为这么一句李友田的气话 就做出这一系列的奇怪的举动 那放着做好的年夜饭 他也不吃了 让全家人都去后山的房子里躲着 这不合常理 但是当天除了李友田的威胁 吴汉民遇到的另外的唯一的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弟弟吴汉生回来 但是吴汉生表示自己一直在后面悄悄的跟着 哥哥吴汉民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不可能对吴汉民产生影响 但是我们注意 这只是吴汉生的一家之言 有没有可能吴汉生认为自己藏的很好 但实际上吴汉民他发现吴汉生回来 他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躲避弟弟 毕竟当年弟弟伤害了他和母亲 现在看到弟弟在后面鬼鬼祟祟的跟着 他害怕了 所以让全家赶紧躲起来 这好像也有可能 但是弟弟吴汉生又说了 他说自己当时真的是非常小心 藏得非常隐蔽 而且他专门穿了一件非常大众的军大衣 还戴了一顶雷锋帽 这帽颜一压 在远处看根本看不出来是谁 所以不太可能被认出来 不过呢 提到衣服 有一位民警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种可能 说有没有可能 吴汉民当时把跟踪的弟弟当成李友田了 而李友田刚刚威胁了自己 现在又跟踪 这让他认为李友田真的要杀自己全家了 所以才有了那些异常的行为 于是警方马上找到李友田 问李友田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李友田说当天自己穿了一件绿色的军大衣 戴了一顶雷锋帽 警方一听得全都乐了 这俩人穿的衣服这一模一样啊 那吴汉民他肯定是把弟弟给当成李友田了 认为是李友田在跟踪自己 所以他害怕了就躲起来了 但是吴汉民他也清楚 李友田没来过宏伟村 不知道自己家在哪 所以当时呢 他想要迷惑李友田 因此当时回村之后 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去串门 带着一大堆年货串了三个门之后 他才回到自己家里 但他回到自己家之后呢 也不敢停留太长时间 因为一旦自己在家停留太久 那外面的李友田就会意识到 哦 这儿就是吴汉民家 那就危险了 所以当时回家以后 吴汉民他也没有待太久 先是让一家人从后门悄悄的溜到山上 去那个旧房子里去躲着 然后吴汉民自己又大摇大摆的出来 好像这也不是自己家 然后他又去了江洪家 这一切 这就完全能说通了 不过到这儿还有一个小问题 他为什么没有跟着自己家的其他人去山上躲避 而是独自去了江洪家呢 乍一想 这问题好像不太能明白 但其实答案显而易见 之前提到了 村民都说他和江洪之间存在暧昧关系 因此他有可能 第一 他需要在自己家里大摇大摆的出来 以此提示李友田 说这个地方也不是我家 来迷惑李友田 第二呢 他也想借此机会 去江洪家 去找江洪 俩人在大年三十来个小约会 那多美妙啊 但是呢 当时吴汉民来到江洪家之后啊 有可能在交谈中发生了争吵 而一怒之下 吴汉民当时可能也比较神经质 就砍伤了江洪 导致江洪的左手臂留下了伤口 那这一点和江小超之前的表述也是吻合的 他说当时听到俩人在正常聊天 后来才吵起来打起来的 但就像之前推测的 吴汉民袭击江洪之后 被江洪反手打晕了 江洪以为吴汉民死了 于是来到后山的旧房子里 杀死了吴家四口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有问题 说江洪他为什么会知道吴家四口 躲在后山的旧房子里呢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吴汉民告诉他的 毕竟这大年三十的 不在自己家吃年夜饭 反而过来跟江洪约会 那江洪肯定也纳闷 就问他 他就说了呗 毕竟他俩之间有这层暧昧关系啊 那再之后呢 就像之前说的 江洪杀完人回来 在水缸前清洗伤口 但背后的吴汉民突然醒了 杀死了江洪 那么如此一来 这起案子前后经过原委结果 全部清洗了 不过到这儿 细心的朋友可能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这个推论 吴汉民袭击江洪 江洪打晕吴汉民 然后去杀他全家 之后呢 吴汉民醒过来杀死江洪 这事结束了 是结束了 那吴汉民呢 吴汉民现在在哪呢 目前看来啊 有可能是畏罪潜逃了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警方之前也分析了吴汉民的性格特征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就算他已经不爱妻子了 爱上江洪了 那孩子和母亲 他还是深爱的呀 总不可能见死不救啊 更何况当时在后山发生大火 他应该也是看在眼里的 他知道自己家人在那 他不可能不去救啊 所以警方分析 如果吴汉民没有畏罪潜逃 那么现在他一直没出现 为什么 很可能他也死了 可是江洪不是已经被他杀死了吗 那谁还能置他于死地呢 说到这儿啊 其实这起案子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出现了 大伙可别忘了 江洪家可不只有江洪自己啊 除了已经死去的江洪 当晚在他家的 还有江洪那13岁的儿子江小超啊 如果吴汉民在江洪家遇害 那么江小超只能是唯一的犯罪嫌疑对象 那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江洪家里一定是存在线索的 于是警方立即对江洪家进行详细的勘察 最终果然在他家的粪坑里挖出了吴汉民的尸体 此外还有一把铁锤 面对警方的讯问 江小超终于承认 当天晚上一开始他的确是在卧室里 后来听到母亲忽然一声惨叫 他就马上来到客厅 发现吴汉民拿着刀要杀害母亲 于是江小超超起铁锤 把吴汉民砸倒在地 母子俩上去一摸 发现吴汉民断气了 就以为吴汉民被锤死了 其实此时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 这叫正当防卫 但他们毕竟没有文化 当时母亲江洪却说 干脆把吴家全杀了 这样还可以把吴汉民家的钱都拿走 因为吴汉民曾不止一次的说 说家里有五六千 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于是当时江洪带着手臂的伤 去后山的房子里杀死了吴家四口 那再之后就像我们前面推测 当他回来清洗伤口的时候 吴汉民忽然活了 从背后砍死了江洪 而江小超在愤怒之下 再次举起铁锤 彻底杀死了吴汉民 在惊慌之余 江小超赶紧把吴汉民的尸体和铁锤 都扔进粪坑 用石头压住 之后面对警方 他又编了一个自己在卧室里躲着 一直没有出来的故事 于是这起案子终于真相大白了 但遗憾的是 作为凶手的江洪被吴汉民所杀 而吴汉民又被江小超所杀 无法再受到法律制裁 虽然江小超也是杀人犯 但不要忘了 他只有13岁 依据2021年3月1号之前的刑法规定 未满14周岁的犯罪嫌疑人 是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无需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因此这让很多人都恨在心里 却无能为力 好在2021年3月1号之后 生效的刑法修正案11改变了这种情况 刑法修正案11规定 在特定情形下 经特别程序 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 规定 已满12周岁 不满13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的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项改动也正是因为近几年 各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越来越多 但依据刑法从就兼从轻的原则 由于是陈年旧案 对于江小超也只能放过他了 好在江小超杀人 他也是为了保护母亲 不是纯粹的恶 应该不会给社会造成什么威胁 我们只希望这孩子以后能够好好地生活 好好地做人 另外家长们也要教育好孩子 现在这个刑事责任年龄 有个别下调的情形 所以这些小坏蛋们也得注意了